哈喽小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你们来到可乐姐姐玩游戏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夏日葵 听说今天的保卫萝卜出现了一个新的炮塔呢 快来一起看一下吧 这是汽油瓶 它有一个持续的火焰攻击 虽然攻击的范围小 但是伤害值可是很高的哦 有一点像魔法球 马上就要开始了 加油 一般有新的炮塔 开局的时候都会送我们一个 先给它升级就行了 可以节省我们好多的金币呢 不过还是要抓紧消灭道具哦 现在其实可以升级咯 但是夏日葵准备先消灭一下道具 手里面有足够的心地才能应对后面的怪物 可以随机应变嘛 我很担心突然之间遇到跑得特别快的小怪物 所以先在前面建一个贴人炮塔 防止万一呢 后半部分有一只道具还没有消灭掉呢 所以在这个地方要建立一次炮塔 我决定建立星星炮塔 星星炮塔的工具范围是很广的哦 你看果然吧 这一轮里面就出现了这个篮子的怪物 跑得好快哦 不过还好 我们的攻击可是很强的 后面的这些道具都被消灭掉啦 还剩最后一个 有一个小松树 正好在中间的位置缺一个减速的 所以建了一个便便炮塔 目前还用不上它 就让它来消除这个道具吧 一晃道具就被清空了哦 可能是因为出现了新的炮塔 所以这一关还是比较容易过的 虽然有20波怪物 但是我感觉我可以轻轻松松的过这一关 选速套法还是需要多建立一些 这样可以给我的汽油瓶提供很长的时间 让小怪物跑得慢一点 好像我的汽油瓶还有几个没有什么满集呢 不过没事儿 我们已经来到了最后一步怪物了 防止均堤不足 我已经做好时刻删除这个便便的准备了 这个大怪物已经快没有血了 看来我们要控官了哦 好了小朋友们 罗伯被我们保卫下来了 今天就先到这了 如果大家想要跟香月葵玩更多有趣的小游戏 一定要关注可乐姐姐的频道 最后不要忘记点赞还有订阅哦 我们下期再见